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 今天下午公布了1月份的营收 在工作天数减少之下 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天盘中台积电 涌现了卡位的买盘 加上连发科也回神了 传产的钢铁航运 在舞盘也有点火的演出 电子船船船挖着两只脚 一起来发动 大盘站稳越线之后 难道危机已经解除了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节目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全文 阿文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约翰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的今天在线垃圾盘 可是我想股东们都很开心 加上连发科带动 让指数站稳了月线 也站回了所有的均线之上 舞盘过后包含了钢铁航运 也跟上了队伍了 电子船船一起动 一起发威 对大盘是一件好事情吗 尤其台积电营收成长 来自HPC高速传输 今天更传出了 这个iPhone可能连这个充电接口 都要用Type-C了 那全职股指标股创为今天创高拉回了 如果说投信一直还是持续买超它的话 续报安全吗 那整个族群营收都非常的好 小幅的拉回还可以找买点吗 就问赵丽老师的最新看法了 热腾腾刚才讲到了 开红盘以来一直没有什么表现的台积电 真的不是塑胶做的 今天公布一月份营收了 1721亿元 唱下了历史的新高 台积电盘中就看见了 非常积极的买盘来卡位 月线下的台积电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吗 那么台积电法师会之前就说了 他们预告HPC是未来成长的主轴 那高速传输概念股呢 长线布局依然很安全吗 追问阿文塞 大摩又来咯 连续四天给好评 帮台股的指标股按赞 今天换到谁呢 是畅多被动元件了 他们认为国具合并起立心 加上客户提前的补货 维持国具优于大盘的平等 目标价是600块钱 好 大旦电动车利多的被动元件 去年一整年真的是门坏了 邓老师呢 这个礼拜以来就开始请同学 可以留意被动元件了 低位阶 低本益笔的被动元件 可以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吗 追问邓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武器股市同学会 今天呢 MACI呢 是公布台股的权重调整了 台股权重是这个双降一升 在2月25号这个月的月底会盘后生效 可是似乎呢 早盘有受到一点点的干扰 但是呢 在10点半钟过后 指数就一路的向上带动 尤其在武盘过后又看到了垃圾盘再现 在金虎年开春以来 台积电的表现呢 似乎都让投资人有一点点的担心 不过今天这个绝地大反攻 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嘟嘟好 今天公布了营收 好的不得了了 这营收好不大家早就知道了吗 为什么今天发动呢 追问一下赵立老师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状况 大盘连续拉出了四根的红K棒 不只站稳了月线 而且是看到站上了所有的均线之上了 今天电子还不错 传产股也来助威 电金 还有金没有了 电子传产今天一起发动 大盘现在是不是看起来 危机已经过了吗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讲 当然在前三天 指数拉出了三根红棒 你可以发现农资的部分来讲 呈现增加 这三天大概增加57亿 代表一般的投资人确实 或者主力业内有点进场的一个动作 不过 融资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少 到昨天只是7亿而已 就是这一天最多 然后之后换这天 然后之后到昨天 涨三天差不多 对 会怕 大家也是会怕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盘 今天盘说真的 大涨186点 其实说真的 也有超乎我的预料之外 可是你看 一开盘的时候 大概18250 对不对 然后之后就跌破 18000200点 对不对 那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只是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拉 其实就是拉台积电 还有一些传产 最主要是台积电 你看 今天台积电就涨134点 你扣掉134点 大概就50点 对 所以假如50点 大概还是18200点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18200点这个地方 它之上本来它就有压力 可是因为今天的台积电 公布了营收 对 创下历史新高 1721 其实这个真的是 超出大家的预期太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尾盘来讲 出现上涨的走势 好 那台积电的部分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在前几天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邓老师跟阿安姆斯 他也都有讲 就是说这种股票来讲 其实是台湾的护国成山 好 那另外一块 其实在前几天跌下来的时候 有一天不是尾盘突然跌12点 好像12块还几块 那一天市场上就开始 因为MSCI 有可能会调降台湾的权重 受外资先卖的台积电 我问你 现在今天又涨上来 你是别跟我说什么 真的调降了 今天已经 我的意思说 降了 对啊 真的降了 全部降了 对 那有的人搞不好说 因为降了 所以 立空出镜 对 你看这样 做股票 我跟你讲会发疯 其实最主要 所以技术面 其实你要用基本面来支撑它 就是假如 它的营收公布不是1721亿 是1500亿 没有创销率 那台积电会长 一定完蛋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得说 台积电会长是因为它的基本面 真的比市场预期来的一个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一直强调 这个地方的大盘 不管全产 不管电子 其实它们都会轮动 你比如说像钢铁好了 昨天的铁光砂跌大概快5% 对 今天的铁光砂 目前盘中大概反弹2%多 对 所以你看昨天有些钢铁股 稍微回挡 今天有些钢铁股又反弹了 对起来了 对啊 它就跟着铁光砂在那边动 那你就不要去追高砂跌 因为都不会只有一天的反弹 大家不要这一波 只是说展望比较没那么好的 你趁未来震荡走高 慢慢的去做逢高减码的动作 像今天货柜也有起来 对 所以我想电子股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只是说未来展望好的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它会有创新高的一个实力 就是说这一波段的高点 假如说在100块 那现在在95块好了 有机会它往新高来进行挑战 那个就是你要买的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是买这些 相对上来讲比较有机会 好 最近的确有很多的个股 在这个大盘逆风当中 逆势创下了新高 那我们看到今天大盘那么强 会不会跟筹码转强有关系 因为外资昨天终于终结了连迈 是大买了台股 很多人期待 可不可以看到元宵行情 赵立老师 对 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倾向 今天是因为拉台积电 所以指数真的涨比较多 那我觉得台肩脚又没拉的过程当中 其实指数有可能又稍微 又要稍微的软一下了 那你说会不会到18000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比较小 说真的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那专家的看法 因为之前我也在券商投资库待过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不管这么多 你要是这边的股票 每个哪一档都没有钱的 你买一个族群买一档就好 你大概就要买20档 怎么买 你倒不如去买ETF50 你假如看好台股 你就去买ETF50 假如觉得ETF50太大 那买中小型100ETF 对不对 你不要真的 半导体买一档 电动车 钢铁买一档 数换买一档 太多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你知道这样买下去 我跟大家报告 你的尺骨一定爆 对不对 尺骨比重 你要控制好尺骨比重五成 就是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我们去找真正 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族群 那这一波其实投信 真的很爱台湾 对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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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利多的部分跟利空 其实我想这一部分来讲 自己看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整个大环境来讲的话 并没有 灰漆牛还是存在 说真的 不管是升息等等 我觉得还是存在 所以我比较倾向 这个地方 真的要过历史性高的机会 其实是小 所以操作厂来讲 尽量选择一些 未来展望好的一个股票 未来展望好的个股 毕竟现在 整体投资上的环境利空 还是存在的 变数很多 那大盘指数要攻高 不容易 可是在这个 区间整理的状态当中 会有标股 展望好的标股 是有机会出头的 那我们看一下会不会 又是我们的高速传输概念股 我们已经从去年 这个封关前讲到现在 又有最新消息是 大陆表态要统一 充电接口Type-C 大陆官方开口 苹果的iPhone 你现在可能要 都狗用的Type-C 比较统一 比较环保 严调机公认为Type-C 五年内会大成长 五年之内Type-C市场收入 年增172% 台湾的Type-C概念股 这边整理给大家了 看到这些 我们准准已经整理过了 好多个股 一月份营收其实工作天数好 工作天数少 能够创高的真的是不简单 一定有它 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力多 想问一下赵玉老师 今天创为创高之后拉回 有没有关系 怎么样来操作它 因为投信还在买 投信持股比非常非常的高 它如果一直不下来的话 整个租区还是有机会吗 对 其实在IC设计类股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直接看创为好了 6104 对 你看一下 股价来讲 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过 创新高 今天拉出了黑K棒 那当然量人是出来 那其实投信的部分 大概都站在买方 那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一档股票 卷值比也高达48%附近 很高 48%其实真的是很高 那基本上来讲 嘎空不见得天天大展 嘎空有时候上来之后 下来的时候 当它回档修正 你空弹桥又继续空 卷值比越高 那就没完没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要去空它 那边是我们切出来 你去卷值 真的来到高 有没有 48% 这就是说 大家不要看不爽股票 我跟大家报告 有的人会说 它本益比很高 我跟大家报告 你IP的股票的时候 有时候本益比都拉到100倍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它会100倍 而是说成长型的股票 当大家对这档 这家公司的共识越来越高 买盘越多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从20倍 拉到25倍 甚至于30倍 35倍 因为那个想象空间越来越大 看现行人会觉得 阿娘 就是正乖离过大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想要空它 就想要空它 觉得它太扯 股票有时候越扯越会飙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种股票 当你除非看到投信大卖 或者是龙卷 真的大量回顾 认输了 那有可能它才会熄火 不然的话这种 我不是叫大家去追这个股票 而是说 这种股票千万不要 在这个盘的时候去空它 支援的部分 其实卷值比也很高 另外的245次的联巴 可以我们看一下 245次 245次 你看一下 这个也是基本面好的 每一笔低的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股票也比较容易过高 因为你看到它的股价也慢 因为未来的涨望 基本面相对上来讲 都是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IC的组取 IC设计 尤其是 因为大部分股本都比较小 所以当大盘 大家假如慢慢的恢复理性 或者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IC设计的股票都很容易涨 因为大部分的股本小 对 股本小比较 不要说操纵它 是说股本小比较容易拉抬之后 市场看现行的人就会进来 脚踏的基本面还不错 好 那中国也要表态统一 Type-C 充电接口的部分 要Type-C 欧盟的部分 大概在去年就会也 已经通过立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块当然是不错 另外的 IC设计整体来看 一月的营收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好 来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刚才讲到的这个 对 所以Type-C的一个部分来讲 这个就刚刚投降 要统一 对 刚刚明君也有提到 我想这一部分 我就不再多做说明 好 那我们个股来观察 对 没错 好 那普瑞的部分 去年EPS 66.29 你看一下4966的普瑞K1 对 你看一下 它的股价也整体形态完之后 那也拉出了红棒的一个走势 那他们自己也说 今年是一个好年 也就是说 今年EPS会比去年成长 所以股价也涨得不错 好 Type-C的部分 刚刚创园的部分有提到 那我们看一下5351的 预创的一个部分 对 这个是超微概念股 昨天超微大涨 对 你看 股价来讲的话 当然等一下我会拿去年 去年前anEPS来做比较好 那股价也真的慢慢上来 对 好 那另外通价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其实也一样 5388 对 我们看一下股价的一个部分 好 其实它也WD的形态已经突破 对 打起了 这两天开始有出现扩量 是 先来挑战季线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会过 这个过了之后 股价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好 那刚刚所提到 你像创委 超风 通家跟委权店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这几档股票来做观察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是2020年的EPS 这是2021年前三季的EPS 前三季 去年前三季 几乎每一家 都比去2020年 都来得多 2020年一整年 整年喔 这个是整年 对 你像预创的部分来讲好了 它是亏转盈 亏转盈 可是重点预创真的 本益比比较高一点 说真的 那不过今天也涨了4.888 那我觉得还是一样 我比较看好的 还是在通家的部分 你看一下 假如它拿来跟创委做比较 其实去年前三季EPS 它比创委还来得多 对 其实今天的成长性 股价差了100块 对 股价差了100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大家是可以特别的一个留意 好 另外一块来问一下 记忆体的部分 今天记忆体的新闻有蛮多 当然昨天从美股观察 美光股价是大涨 让记忆体今天有捡到枪 盘中居然传出来说 威藤凯霞 有这个记忆体的材料污染 这记忆体的大转机吗 盘中很明显 去全年股价就上来了 那陆行之说了一番话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就盘中在脸书说 怎么每次遇到记忆体 报价跌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 什么火灾 污染的问题跑出来 让报价来推升 这可能会不会是 只是一个巧合 可是说真的 记忆体的最坏状况已过 教育老师在这个 开春的时候 就跟大家用报价的部分告诉 你不是全部都买 挑选好的标的来买 今天有最新的报价的一个解读 对 没错 我这样陆行之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了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 到底是人为还是臭桥 其实我跟大家 你从树化来看 树化有时候也是这样 树化行情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一个油槽又爆了 这边的油槽又爆了 树化也一样 那其实记忆体也一样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了 有时候谷底的时候也会这样 不是谷底 高峰的时候也是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比较属于天然的 自然灾害 不是人为因为机会不大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来 那我先从报价的部分 来跟大家讲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DDR4 16G的部分 这个是一年的一个走势 价格走势 对 这个是高点 对不对 大概9块多 那这个是最近有 蓝色是均价 大家看蓝色就好了 均价 这个是高值跟低值 是确实真的有反弹 那8G的部分 DDR4 8G的部分也确实有反弹 只是说离这个高点 远远远 对 远远远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因为今天我有拿另外的 3D的Nayflash 因为为什么要拿3D Nayflash 因为今天影响到的 就是3D Nayflash的部分 它不是2D 3D堆叠的 它的一个层数越多 大概是有300 可以最多跌到300多点 因为它是3D快闪 精力体材料被污染 对 没错 跟2D没有差 跟2D的 好 来 那我们先看DDR3 这个就是利息型的部分 这是4G 也是有差一些些 对不对 还是有 还是没有办法来到高点 DDR3 DDR3 1G 就是低密 低容量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以滑邦电为主的 所以你看 我们看一下滑邦电 股价很强 是耶 其实我就跟他 这个离这个高点 都近在地 你把它缩小 其实我们假如缩小 我们把它run out一点 缩小缩小 对 它最高好像去年以来 大概只有38 9块 38 这样算强不强 真的算强 电子最高 这是去年最高 你知道 今年有很多的电子鼓励 去年的高点 其实都很远了 你看它还可以这样子 真的算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 因为它有基本面的加持 报价就上来了 对 报价 你看就知道 好 来 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来 DDR5的部分 大概也是一样 就是差不多了 最近 好 那这个是MLC 256G 就2D的部分 2D 2D Night Flash的部分 其实报价也是 其实它慢慢的 慢慢的 其实它的波动 不是很大 Night Flash大概都是这样 2D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另外的 好 没关系 我们看这一张 来 对 这个是报价的部分 就是在今天 今天的一个报价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3D 就是大家讲的3D的部分 3D快闪记忆体 好 对 好 来 你看一下 0.52% 0.86% 一天 对 你是不是比这边的都来得大 这边是不是0.03% 还没有涨 好 来 我圈起来这边也是一样 0.52 0.86吧 0.4 这个也是3D 3D的 对 这个也是3D 其他没圈起来就2D 其实真的没什么涨 所以你们发现 以当天的报价来讲 是涨3D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3D最近的报价是怎样 有没有真的 这个也是一年 这个是一年的高点 大概在这边 这个是3D 256GB的部分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 可是这个消息今天还出来 可是为什么报价先出来 走在前面 对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大家自己去想象 就是说报价上来 并不是真的因为知道 你今天的消息 有可能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人 报价走在前面 对 就是报价 所以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当你看到报价 因为毕竟 现在2月份 其实一般是记忆体的淡季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是淡季 其实下半年当然要拉货 就忘记 所以淡季可以上来 其实代表 这真的是有一点满奇特的 那你看一下 这是512GB 也是3D的部分 有没有 就是上来了 3D的部分确实都有上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些股票假如 你就看这报价 报价假如真的涨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 这个新闻会不会影响到 所谓Netflix的报价 真的持续地大涨 我觉得机会不太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也是一样 只是上来一小段 它并没有越过 去年的高点的一个部分 那只是说 这个消息有可能让它的股价 稍微短线上会震荡走高 不过当这个消息慢慢的 因为今天盘中出来 明天新闻应该会 报得蛮大的标题 我觉得短线上 反而你应该是要 逢高 注意获利了结 等到拉回来之后 再进行逢低的呈现 好 再来老师讲很清楚了 因为记忆体族群 最近表现很强 我们在封关前就提醒大家 然后搭配报价长 加上今天有这个 威腾凯霞的污染事件出来 可是 短线震荡走高的机会有 震荡走高 如果你持有的人 可能要做个聪明的投资人 短线拉高之后获利了结 再早继续入场的机会 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顺对操作 包含了这个快闪族群 或快充族群 或者是记忆体族群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赵玉老师这些报价资料 都会放在LINE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 同学们可以用手机 扫一下QR Code 加下赵玉老师的LINE 很多的资讯在里面 都可以找到 广告怀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台积电 今天下午公布的营收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天的股价表现 还给了这开春以来 低迷的股价一个公道了吗 他看好的HPC 高速传输族群 还有哪一些个股可以留意呢 广告回来追问阿文塞 休息一下 所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武器股市同学会热腾腾 今天下午出炉的 台积电1月份营收 盘中 有人早知道先卡位了吗 今天股价 拉的是又急又猛 台积电1月份营收 1721亿 再创下历史新高 月增10% 年增35.8% 那之前法师会估Q1 营收4648到4816亿 我们算一算 2 3月只要大概有 1516左右 比1月份低都没关系 Q1的财测就达标 如果超出财测 那还不得了 那台积电今天有新闻 说它夺下中芯通讯的订单 另外本来 今天早盘有一个 比较不利的讯息 是说 金文代工强势的卖方市场 2023年松动 传出台积电罕见 主动争取客户的场约 人家说 你这么主动代表说 你是不是前景没有那么好 可是看在股价上面的表现 似乎这样的传言 就不攻自破了 我想先问一下阿文赛 台积电 从这个开红盘以来 表现都比较 不是很理想 今天在 营收公布前 这么登高一冲的话 是不是短线上面 把这些空方的言论都给一扫而光了 他看好的 HPC包含车用部分 相关盘面上的概念股 长线布局依然是很有机会吗 对 我想今天公布这个数字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算一己之中 怎么说 我就说因为第一季的话 比去年第四季的话 一般估计的话是成长5到8% 二月份已经荡下了 因为二月份的话 休假天数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一月份的话 如果月成长10% 二月份荡下 三月份再上去的话 你就能够达成5到8%的一个季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的话 应该是一己 比较没有所谓的说 真的那么的开心 因为它是在一己之中 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它拿到大陆这个中心通讯 因为无线通讯的部分的话 可能当时大家都会认为就是说 他们可能会跟中心 或者是跟华宏去做 现在的话一定会升级 但是他们没办法做 可能他们这个所谓的基地台 这些设备的话 也许可能升级就是说 我要7奈米 我要甚至要更高 但是中心华宏它做不了 所以这些订单的话就跑台积电 如果一开始有的话 华为的通讯的 这个所谓的记忆台的订单 也会过来 因为这些都要走高阶的 所以这个订单就非常庞大 这个是造成台积电今天大涨 其实最重要关键的话 其实在这个因素 这个的效果的话 我个人认为会非常非常高 好 台积电的这个后续的表现 阿姆塞要看拿下了 中国大陆中心通讯订单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大陆的平台 找上台积电来合作 我们其实刚才在 题目当中也讲到了 台积电自演法事会就看 未来几年是HPC跟车用的部分 会成为营收成长 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这个礼拜我们好多天 都在聊这个高速传输的族群了 针对创为部分 阿姆塞昨天还讲了这个 Retimer Retimer的故事 今天股价创高之后拉回 可是它的正乖力 还是蛮大的 现在看起来 依然在这个多头的架构当中 对 其实这个礼拜的法说会的话 沿着上很重要的话 是在高速传输 因为这个创为一个消息的话 就是Retimer的部分的话 所以它的股价拉升这么高 所以沿着上法说会好的公司的话 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有些法说会好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看分石成交图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看2408的 所谓南亚科 你看南亚科最近的股价表现很好 如果我们用K线图好了 表现很好 因为我们就说 它既然说第一季不太跌了 然后第二季之后的话 原则上会一直涨 整年度会涨25% 这消息一出来的话 其实南亚科的股价是上涨 所以法说会的效果很重要 好 我们看2337的 所谓的望宏的部分 之前大家认为也不好 但是后来他说 今年可以赚到6块钱 吓死人了 比原来亦估高出非常多 这段时间其实 旺宏的股价的话表现也不错 这些都是因为法说会所讲的 法说会讲不好的 像3443的创意的话 你可以发现今天大家都在涨 它还是涨不太动 涨还是涨不太动 所以法说会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昨天有一档股票的话 开法说会我们来讲它的故事 这一个的话叫普瑞 普瑞的话 它是快速高速传输的资料的东西 这个所谓的EDP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用在平板电脑跟NB的接口 也就是说你今天视讯的东西 就是说影片各种视讯的东西 要传进去是要透过这个接口 透过这个接口的话 这个叫做Display Port 就是面板的一个接口 这一个 那现在重点是说 这个把一些视讯的东西传进去 现在是要传4K跟8K 4K跟8K就很困难 所以它就会升级到2.0 那你看2.0的速度有多快 那未来成长力有多大 所以变成它的单价就提高了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 它就很高兴就说 这个快速高速传输的东西的话 在EDP的部分的话 它是升级1.2 1.4 现在可能是到2.0 所以这个对于普瑞来讲的话 是有很大的一个利多 好 第二个的话 像PCI-E这个东西的话 它主要是你主机板把它打开 有一个BUS 有很多BUS BUS的话就是你CPU跟外面 传达的一个东西 这叫PCI-E 它说现在Intel有什么都是4.0 都已经到4.0 4.0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 这个速度有多快 从这边的速度到这里 所以昨天这个消息的话 也非常棒 另外的话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的话 叫做T-Cone的话 那个就是等于就是说 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电视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视讯 传到所谓的液晶显示里面 就经过这个T-Cone 这个T-Cone的话 现在Mini有一滴的话 单价会增加到50到60% 所以昨天普瑞的法修会的话 效果大家都啪啪一首非常好 所以原则上这个大谋 就从2120把它调高到2215 那获利的部分你可以发现 这个获利的话是从77块的话 把它调高到81块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昨天的法修会的话就很重要 他把里面所讲的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都是往正面的 也就是说确实现在整个技术 都往上一层 也就是说原来是EDP可能1.4 现在变成EDP2.0 现在是PCIE的话过去3.0 今年的话完全是4.0 还有Mini LEDT-Cone的部分的话 单价都提高这么多 所以获利又调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966 普瑞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 好 先一度攻掌 你可以发现很强 这里踩点大涨停板 是整个大阪的县市没有那么强 不然的话踩点大涨停板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高科技的东西 未来的空间还很大 因为它的进步的话 让这个获利的话都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是要往法修为 那些公司未来疫情 它的一个获利的成长率 比较高的族群的话 我想这类型股票表现都会很好 那之前为什么这一段比较差 就是因为创围 创围的部分 可能会影响它 但是还有其他的产品 但是它其他产品都很强 所以今天就拉上来的 只是说股价实在太高了 太贵了 但是问题是说 这类型股票的基本面非常强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国类的高科技的股票的话 那股价上移有那个催化的作用出来 因为高价股都动了 对 如果说这些高价股一直往上拉 其他的股票就会跟得上去 那整个高科技的股票的一个拉升的话 就会非常的漂亮 那讲到法术会好 这个市场会给予按赞 那台郡的部分 法术会内容是出了什么问题 理论这个LCP它是一种天线 它这个天线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手机 它是在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所谓的说讯的话 都要经过天线 那LCP的话就代替MPI 所以原则上大家以前都说 它竟然很棒 应该可以赚12块 可以赚14块 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 那实际上你看 这个所谓的LCP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迷你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应该赚钱 对 应该成长很难做 而且又是皮股 对… 越来越多… 那台郡应该要赚钱 很多人对台郡也很有希望 既然渗透率越来越高 奇怪 为什么没有赚钱 重点的话是叫不叫做 因为你扩廠的时候的话 因为你要做这个 苹果就会很严格 像以前加联益就没办法做 所以加联益 后来又把员工把它遣散了 就不做了 亏了很多钱 这就是怎样 你扩廠成本 你其实你获利很多 那重点是怎样 重点是大陆的厂商也会做 所以那个沙价竞争很强 所以虽然渗透率很高 但是主要是 因为它的困难度不是很高 别人也会做 所以沙价就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看 它本来一估获利是9块1毛1 那后来调降到8块1毛8 就是虽然你渗透率很高 苹果也用 流量上你应该如意期 可以赚到12块13块 但最后的话你是一直降 降到8.18 就是因为沙价 就是大陆的产品的沙价 而且你扩展的时候的话 把你的获利的话 引以把你吸制掉了 明年的获利的话也往下降 也是往下降 所以我们来看6269 打K线图的一个部分 好 来這邊 你就可以发现 上去本来疫情就是说 法素内容不错 最后还是打下来 而且是巨量打下来 所以变成说它昨天的法素 效果是不是很好 本来疫情 应该可以赚到12块13块 这么好的一个幅度 那最后没有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沙价 还有扩廠 把引以稀释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资产个股的 短线支撑会在哪边 对 所以原来就是 我觉得这类型股票的话 可能需要整理 好 那另外呢 看到这个空运的部分 也是阿文塞亚 一直跟大家耳体面命的 其实很早的时候 我就问阿文塞亚 机票跟船票 你会选哪一个 阿文塞就一直看好机票部分 那船票都要 都要 有机票部分 原来是运价的价格 是用这一天的往上充 有段时间我们常常船票 我对船票还是很喜欢 对机票的话也很喜欢 所以船长股 只要是船长股的话 我对纺织没有兴趣 对其他钢铁也没有兴趣 只有一个的话 就是机票跟船票的话 都非常有兴趣 那现在重点来了 就是说 延宵节后 会再涨15到25% 还要涨 如果是这样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这个东西你看看 450涨到520 520涨到570 对不对 我们说12月份 12月份涨到720 好 延宵节 对 现在是讲延宵节 现在不是讲12月涨多少 延宵节又涨15到20% 那这个就表示说 不是720块 到时候空运的话 今年的1月份 或2月份的话 800块900块都有可能 所以未来如果公布 第四季的获利的话 当然因为空运是不好 就是说主要是因为 客运 客运不好 那就主要是靠货运 货运的部分的话 会一直在创新高 那如果第一季 一二三月份的话 慢慢 如果客运慢慢 有一点增加了 那货运还是这么强的话 那货率的水平就会 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之前 一直在讲一个问题 上次我们在讲 航运股的时候 就说有一家认为 会赚3块以上 就一直很高兴 因为大家都不敢调到那边 大家几乎都是调2块8 2块5 2块6 都是这样 只有颜大敢讲3块钱 但是没有人敢跟他 大家都有这个水准 但是经过最近 这样货运的一个消息 累积下来之后的话 大家改变看到 大家已经觉得说 太容易了 你看 華航的话 2022年估3块12 3块以上 现在已经把它调快到3块以上 那船航航的话是3块2毛6 也就是说过季3块 是个很大的一个门槛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货运的话 连元宵节都涨15到25% 而且大家觉得说新冠疫苗 很多人就说 你打几针了 很多人说我打第三剂了 我打第三剂了 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打第三剂 因为我想莫德纳 拍不到 等一下 催我 催我 不然的话大家几乎都是要打了 所以未来这一两个月 普及率一定非常高 既然打三剂的话 可能保护力到95%以上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开放 一定会开放 很多东西一定会开放 而且现在陈部长陈志忠的话 有在松口 有在松口 所以这个客运的部分 也会到的墙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未来扩印是这样 客运的话会马上上来 有可能开放 所以这个三块钱的话是开始 到时候的话很多的报表的话 财报的话都会 傻瓜 傻瓜 英雄 所以我个人认为之前的话 变成一个 我们看下一页 变成它的股价是一个箱形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这个情况的话 是往30块以上攻击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其实我船票我还是看好 那机票的部分更有机会 因为机票太热弱了 这个所谓的货印的部分 已经没有问题 再加上所谓的这一个客运的部分的话 纯准欲动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 这一类型族群的股票的话 应该是往30块以上 充了机会的话 距离会比较高 而且你可以发现 量 量价其样的一个模式出来 投信也开始在买 外资也是开始在买 所以机票的部分的话 应该机会越来越大 好 今天包含了电子跟传产股 电子当中很热的高速传输 阿文塞的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之外 传产部分 好多人都想要赶快出国玩 机票的部分 最近的股价 也是跟着价量欺央 这两个族群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阿文塞的大头娃娃 阿文塞的资料在里面跟大家分享 每天盘前跟盘中 有任何的变化 都会跟同学们第一时间来报告 可以跟阿文塞加个Line 班的持股 你跟他请教跟讨论 乎好朋友聊一下 连续四天 我们都在聊外资大摩的报告 每天都有对不同的族群按赞 然后调高平等 今天轮到谁 被动元件的国具了 被动元件去年闷了一整年 本益比很低 基期很低 可以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吗 晚上回来追问但老师 消息一下子 057股市同学会 有没有可能这大摩报告会 连发五天 今天第四天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族群 他来按赞 礼拜一台积电 礼拜二红海 礼拜三昨天ABF载板 今天居然轮到了国具 大摩说 看到国具一月份营收102亿元 月增25% 年增28% 说受惠合并奇力吸引还有大中华客户 提前补货 维持优于大盘的评级目标价是600块钱 好呢 其实我看一下大摩最近的操作 除了大摩离拜一 喊孩记者那天没有买之外 其实离拜二离拜三 有心口如意乖乖的 连续两天买超 红海部分也延续两天买超 ABF载板昨天最看好景硕 可是我看他景硕还是卖 可是他有买星星 那国具部分就有看盘后了 今天的数据他怎么样 来这个真正的实在的操作 那我想先问一下邓老师 我们从台积电来开始讲起好了 大摩离拜一写了这个60几页的报告 喊到780 当天不涨反跌 离拜二还跌破了那个向上跳空缺口 把好多人都吓死了 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猛 我想今天大家一定会说 因为台积电的一月营收 又创了历史新歌 不是大家早就知道了吗 那问题是2月7号的时候 开红盘日他就开高走低 然后大摩就出这个报告 那我当时告诉各位说 人家看的时候是一整年 对不对 你不要看那么短 然后我说回到那个缺口 就是一个好买点 是 当然有人说老师你不准 因为他有跌破632 来到628 但是我说什么 我说像这种股票你就是买 停损涉多少618 还记得吗 我说如果来618我投降 我错了 如果不来618 你放着他一定会回到644 今天超过644 649 各位去想 如果这个是一个机会 他每一次回到缺口附近 你敢买 不要说你买628 你就买632 就像我讲你就买632 到今天649也是几块 你短线要跑可以跑 因为今天盘中就有人问了 收完盘就问说 那我现在再去追台积电 我说不要 那个时候杀下你不买 你现在追台积电 万一明天他休息 这就是等户的心态 你又开始紧张了 然后二月报他开始讲鸿海 看168 我说你给他一年真的会看到168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产业 电动车的趋势是不会变的 台积电的自成领先同业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然后扯到昨天的信心 我是没有讲 我没有讲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他机器比较高一点 是啊 真的蛮强势的 然后今天他讲到国具 我觉得很认同为什么 我们在二月七号 我们也讲国具华星科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本益比很低 机器又够低 那股价说真的 没什么涨到 这也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吗 是 绝对是行的 好 再来就是说 在他整个国具今天 反而是来一个大涨 所以我们看到从台积电 台积电讲完我们再看国具 台积电已经把这个缺口又补掉了 对 没错 那当然你不要追高 如果他有再回撤缺口 或缺口一半 你又可以再买回来 这就是短线的操作 因为你长线 可能你可以摆 摆个三年 五年 我就没有办法跟各位分析 但是短线你要来回操作 然后我们台积电 看完之后各位 你发现现在这条线 它也慢慢的 已经拉上到六四二了 十字线 十字线才六四二了 所以月线也碰到了 所以你不要去追今天的六四九 如果明后天我回到六四二以下 或是这个缺口 中间大概六三八六三七 那个时候一定又是坏消息 你就买就对了 反正就是买黑不买红 然后我们来看二三二七的国具 二三二七 你看国具二月七要开盘的时候 在这边 当时我说它现行比华兴克还弱 没错吧 因为那时候KD还没抢叉 然后呢 但是它开始收敛 在低档顿化 那经过今天之后 你看它直接碰到这个月线 月线 直接来月线 488 收489 0.5 那也说 从开红盘到今天 它涨了几块 39块 也很多 这个就是我比较建议 同学们的操作模式 买黑 然后用时间换取上涨空间 可是要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本益比够低 对 集体够低 那就没有问题了 反而你就是用时间换取上涨的空间 反而会比你每天追强势股来得安全一点 好 刚刚邓老师也讲过了 本益比低 基期低 而且基本面 不错看好的个股 买黑不买红 用时间换取空间 是比较保守的做法的 今天我们针对被动元件族群 好多档指标股一一来解说 因为被动元件去年 真的是都没有涨 然后也都被多方的看衰 可是大摩 从金虎年开始改口 怎么看这整体族群有办法 一起一鼓作气来向上攻吗 如果说你对操作被动元件族群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自己挡个股 那邓老师又把这个EPS部分 跟这个操作建议呢 放在这个螢幕上面 你可以用这个手机拍下来 或者是说呢 老师资料呢 也会放他的light里面 如果说你更进一步的恰许的话 欢迎在我画面上面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然后用手机拍这个QR Code 跟他加一个light 老师资料会在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那老师我们就先从这个国具来看 我想早上我在印图的时候 国具还在476.5 对 结果到了手盘竟然冲到 今天是一口气站上季线就算了 一口气就拉上去 对 否则各位会发觉说 今天是个垃圾盘 那垃圾盘 很多投资人是没有赶的 为什么 因为前几天大家都唱出来台积电 有没有 直到今天大涨 你就发觉错了 原来回补缺口甚至假跌破缺口 都不要怕 我都告诉个不要怕你就买 反正设好停车点等他 点到618你就投降 没有等到他就是会上去的 因为产业没有问题 前景是没有问题的 好 像国具今天冲到了489.5了 比我印图的时候又更高了 可是马上就碰到这个月线的压力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追国具了 但是稍微拉回你就可以再接 不要追高就好 那我们发觉到 他就是整个柱状体慢慢收敛 慢慢收敛 然后KD也正式交叉了 今天也是正式交叉了 所以很明显 好 短线还会涨 但是你是利用盘中 有压回的时候买 不要说明天开盘开高就追 这不对的 有时候开高会回到盘下 你要低接是OK的 那基本上就说大摩看600块 很多人说会来吗 对 600 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有机会 是有机会 但是通常我们会先看说 先往550再来讲 500过550 一关一关慢慢操作 因为你必须要追踪 他每天的筹码变化 是 好 马上今天盘后大摩 我们真的买超国具 那华星科的部分 他是比国具还更早 对 所以反而说今天的华星科没有大涨 反而各位要去注意 会不会他明后天开始补涨 才去碰这一条季线 我觉得机会就蛮大 因为在整个国具公布 一月份的营收不错 重回百亿 一开红盘的前两天涨 航运 钢铁 金融 电子就在那边夹 对 我说那个是在等 在那边装 等红海站上季线 红海站上季线 各位看到什么结果 一万八站得稳稳 对 连发科 台积电筋都动 都开始动 一动已经一万八千两百点 已经站稳了 一万八千两百点 甚至很多人说 月线攻不过 今天不是攻过了吗 可是很多人就是 会跟着这个节奏会乱掉 所以不要乱掉 我说过不管是电子 或者是航运股 我觉得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 我说过了80% 成交比重80% 就在这两大类股 加起来就有80%了 所以这两大类股 都已经回到季线附近了 然后就看谁后面 会开始攻 攻上季线 你空手的人怎么做 谁还没攻 但是产业前景好 本应比又低 那它就会先涨给你看 所以像和申堂 已经来到这边 那华兴科 不就更有理由往上走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这个是凯美 好 凯美也还没到季线 所以你看 这些都已经出现讯号了 对 所以短线 就技术线型来看 它都应该弹 然后就基本面来看 本应比都还低 对 就基期来看也是低 这就是所谓低基期低本应比 那非常安心的股票 好 那下一档是 华兴力华集团的新仓店 新仓店也是 也都同步了 有没有 都同步了 不管是MACD 低档也交叉了 然后KD也交叉了 五日线是稳稳的 所以你利用它 有拉回的时候买 其实今天除了国具 涨很多之外 再来就是光洁 涨比较多 其他的贝隆圈没有涨很多 那就是你的机会 是 对 反而是机会 下一档个股是利隆店 那你看利隆店 开红盘四天 一 二 三 四 它很快 很快 对 而各位看哪里不一样 它的MACD交叉 柱状体是来到零轴之上 刚才的是在下面 你可以往上看吗 好 可以 你看 这个是不是柱状体 是在零轴上 可是这个是在零轴之下 是 可是 地隆店这个线在零轴之上 所以它很快就要过高了 是 这很快就是强势中的强势 很快会过71块半的 所以像利隆店 它就变成一个指标 好 下一档个股 然后日电帽你看 它这个慢慢接近 它也是出现迅滑 而且也站稳了 机械 它也在机械之上 对 所以这些拉回来 其实都可以注意的 好 个股做天线的夹帮 夹帮你看碰到基建 就会稍微洗盘 为什么 因为还没交叉 有没有 柱状体还没翻正 MACD也还没交叉 但是配力有交叉 所以短线反弹 短线反弹 有机会 反弹之后还会回来一次 五日线附近再低接就好 你不要乱追 靠近季线卖一趟 五日线再买回来 好 夹帮的操作 老师认为 靠近季线的时候 可能有压力先卖一趟 回到五日线的时候 低接 就这样就区间操作 对 先区间操作 是有机会的 这档个股算费 对 里面 比较高姿态的人 像今天的光洁 我在印图的时候 才87块4 结果 收盘收 到了收盘 竟然占上90块 很强 非常强 而且亮出来 很厉害 所以他也是高讯说 我要去挑战这个前高 是吧 我要去挑战这个前高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说 2472的利隆店 也会去挑战前高91块半 那如果说这两档谁比较强 利隆店比较强 因为这个还没有到临酬之上 对 这个还没变 所以基本上 然后如果再看 利隆店比较快 看本益比 利隆店比较低 它比较高 所以如果来到前高这附近 利隆店前三季赚4.5 对 这个前三季赚2.76 所以他来到前高 我就会建议 同学们有的 先获利出一趟 好 那利隆店可以摆着 我觉得创新高应该很容易 好 那下一档个股是这个 雷科 62071 你看雷科也是还没交叉 可是它MACD两条线 是在零轴之上 大概两三天 也就下个礼拜会比较明显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或明天打下来 你都不用怕 在这季线附近 跟五日线这边 逢低承接是OK的 就是先看技术 技术无限型方面 感觉有转强的 这个讯号出现之后 而且它季线都是上 对 它季线是往上 它这一段是一直在收